爱,好说话了,喜欢的人,觉得这叫好脾气,不喜欢的人,觉得这叫美主心骨,当然,陆寒才不是一个啥都不懂的傻白甜,他看见喜欢的舞,就眼里bill bill bill放光,也有自己的主意。 但他的表达,很多时候不像队长或导师,比较零散,碎片化,比较像小朋友,和隔壁陈伟平一上线,就有计划12345相比,陆寒明显比较容易,被牵着鼻子拐走。 看舞蹈的时候,陆寒完全就像一个围观的路人小男孩,上前一步看得长大嘴巴,不自觉歪头。 站在角落里如同小粉丝,好像对自己的流量一无所知。 和王家尔组成一对,论自立,论流量,论年纪,论咖位,无论如何,都应该是尼里。 陆寒当话世人,彻底掌握话语权,但,结果,全程都是小陆寒刺碎的王家尔在带节奏。 关键是,王家尔带节奏,陆寒站队捧根,居然还密之和谐。 这究竟是怎么肥四啊?王家尔说,要这个这个这种风格的,陆寒点头,对对对,好好好,王家尔说,要那个那个那个人,陆寒点头,对对对,我也喜欢。 你俩这么默契,一个带节奏,一个捧根,当自己是海尔兄弟啊,而陆寒和王家尔唯一的一次小棋异,大概就是整队这个问题。 陈伟廷送倩站队挑选了一整个舞团,陆寒听到以后开始动摇,那我们也要挑一个完整的舞团吧,不然如果有团对战,我们会很吃亏。 王家尔一口回绝,结果,陆寒虽然有点犹豫,但好像也没什么大的反驳。 很难想象陆寒这么好脾气的boy会急吃白脸和谁生气吵架,所以,最后结果十有八九是王家尔轻松说服陆小寒,所以,已经默默有很多小粉丝,开始战陆寒VF王家尔这一对CP了。 此前跑男李,陆寒真正的CP其实是邓超,老邓头和陆寒父子相衬,老爹蛇精病,儿子乖巧,居然很圈粉。 而我去上学了李,陆寒跟着大张伟大老师,又一次刷新了新款无敌CP画风,我们什么不会啊? 大张伟嘴碎,逻辑跳跃,有一堆北京贪噬的可爱小毛病,在他的传染之下,陆寒一秒入戏,瞬间变回北京傲娇小爷们,两人的CP感,简直强大了粘贴复制的地步。 而陆寒的万能CP风,说到底在于他先天,自然的捧跟人设。 于是,书姐顺便脑补了一下,陆寒和关小彤的相处日常,应该是这样子,陆寒惊叹好脸,哇好酷,我要买这个,逼他小七岁的关小彤,一脸太魅士淡定,买买买。 你看,陆寒明明是流量焦点,却总习惯将主导权,绝对权,话语权交给对方,特别好说话,特别合群,特别捧跟,这种性格,或许不够有野心,不够心机,但至少足够真诚,可爱,快乐。 好 好